今天聊一下香港的移居政策 香港的身份 虽然没有加拿大美国身份那么有吸引力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何况还是能做一个欧美身份的跳板 医疗教育经商都是有质量保障的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 拿到香港户口有那些方式 咱们先收藏再观看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施景思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心得 欢迎关注 也别忘了点赞评论加转发 更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做一对一的沟通 那移居香港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亲 如果一个香港人在内地有配偶子女或者其他 必须要前往香港投靠的内地亲人 可以申请一亲拿到单程证 获得香港的定居资格 七年之后竟然获得永居资格 但是有一个前提 必须注销内地的身份证和户口 之前很多内地人选择和香港本地土著结婚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香港的身份 在香港定居 就业 第二个就是现在火热的优才计划 全称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是香港在2006年推出的人才引进计划 目的就是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来港定居 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它的征选原则更为注重申请人 在专业领域所获得的成就 是否符合香港社会的经济发展 所必须的条件 目前香港优才计划分两种计分方式 成就计分制和综合计分制 成就计分制就是看申请人是否曾经获得结出的成就奖 比如说诺贝尔奖 奥运奖牌 国家和国际的奖项 或者可以证明他的工作可以得到同行的肯定 比如说一页内终身成就奖 如果入境出认可的话 直接给你245分 一次性获得8年的香港身份 不用续签 到期直接转永居 综合计分制从年龄 学历 工作经验 语言能力 家庭背景 适合符合人才清单等六个方面 给申请人打分 满分245分 达到80分以上就可以申请了 优才申请人选择其中一种计分制度 计分就可以了 目前绝大部分人都是选择综合计分制 第三个就是输入内地人才计划 简称专才计划 就是可以够符合资格的内地居民 申请前往香港工作 然后拿到香港户口 这一计划就是为了吸引一些 具有认可资历的内地优秀人才 和专业人才去香港工作 提高香港在国际市场上的那种竞争力 在这个计划当中 申请人必须拥有香港缺乏 或者是无法局使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适用于输入像艺术文化体育 以至于饮食界的优秀和专业的人才 那么与优财计划不同的是 专财计划要求申请人 必须获得香港本地雇主的聘用资格 才可以申请 并且对于本地雇主的资质 是有要求的 目前要求公司必须成立一年以上 在香港有办公地址 雇佣不少于本地员工 有三位并且交纳强基金 年营业额高于一千万港元 第四个就是高财同计划 这个是针对高收入和高学历的人士 新推出来的人才引入渠道 分为ABC3类 申请人可以选择任意一类来进行申请 I类是在申请前一年达到250万港元 或者以上的收入的人士 B类就是本科就读于全球百强大学 并且获得学士学位的人 并且在申请前五年 累计至少三年工作经验的程式 C类就是申请前五年内 本科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 并且获得学士学位 但是工作经验少于三年的这种人士 高财也是无需获得香港本地雇主 或者公司的雇佣的 最后一个就是赴港留学了 毕业之后 留港工作也是一种获得香港户口的方式 其实陆续内地的学生的香港大学 也可以视作成一个香港的雇主 内地人士必须在赴港前 获得香港院校的录取 入港读完一年书之后 才可以申请一个叫IANG的签证 如果是更常学制的 也必须在完成学业之后才可以留港工作 而且要在找到工作之后才能申请身份的续签 那么以上就是目前获取香港户口的五种方式了 想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香港 哪种方式符合自己的移民计划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做个移民评估 也可以和我一对一的沟通 那么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移居海外23年的老移民了 别忘了一键三年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